以西结书第47章 然后他带我回到圣殿的门口 有水正从殿的门槛往下流出来 向东流去 因为圣殿是朝东的 这水从殿的右边 从祭坛的南边下面流出来 他又带我从北门出来 再领我从外面绕到朝东的外门 有水正从右边流出来 那人手里拿着一根准绳向东走出去的时候 量了五百公尺的距离 然后领我从水中走过去 那里的水到了脚踝 他又量了五百公尺 然后领我从水中走过去 水到了膝盖 他又量了五百公尺 然后领我走过去 水到了腰 他再量了五百公尺 水已成了一条河 以致我不能走过去 因为水势高涨 成为只可供游泳的水 而不能走过去的河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你看到了吗 他就领着我 带我回到河边 我回来以后 看见河这边 河那边的岸上 有很多树木 他又对我说 这水要向东方的地区流出去 下到亚拉巴 流入死海 这水流入死海 就是海里的水变淡 那时 这河流过的地方 所有滋生的动物 都可以存活 这水流到哪里 哪里就有许多鱼 因为这河流到哪里 海水就变淡 一切都可以存活 必有渔夫站在河边 从引基底直到引以格连 都是晒网的地方 各类的鱼都像大海里的鱼那样多 只有沼泽和洼地的水不能变淡 留作产颜之用 在河这边和那边的岸上 都必有各种果树生长 可作食物 树上的叶子不枯干 果子也不断绝 每月必结出新果子 因为树所需的水 是从圣索里流出来的 树上的果子可作食物 叶子可以治病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按着以色列十二支派 分地为业 要照着这些地界 约瑟要得双分 你们要均分这地为业 因为我曾举手 要把这地赐给你们的列祖 这地必归给你们为业 这地的边界是 北边从大海经西特伦的路 到西达达的入口 又经哈马、比罗他和位于大马士革边界 与哈马边界之间的西伯连 直到浩兰的边界的哈萨哈提干 这边界从海到哈萨一难 北边有大马士革的边界 在北有哈马的边界 这是北面的地界 东面的地界是在浩兰和大马士革之间 基列和以色列地之间的约旦河 你们要从北面的地界量到东海 这是东面的地界 南面的地界从他马到米利巴加低斯水 经埃及小河到大海 这是南面的地界 西面的地界是大海 从南面的地界到哈马口的对面 这是西面的地界 你们要按着以色列的支派分这地 将来你们要抽签分这地为业 归给你们和你们中间的外族人 他们在你们中间生儿育女 你们应该看他们如同本地生的以色列人 他们要在以色列支派中 与你们一起抽签分地为业 将来无论在哪一支派里 若有外族人寄居 你们就要在那里把他的产业分给他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